We are pursuing military, economic and geopolitical preeminence challenging our vision for a free, open, secure and prosperous international order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周二在參議院聽證會上表示 美國正在團結世界各國共同維護台海和平穩定 確保中共不會採取任何單方面行動改變現狀 他強調 中共聽見一個又一個國家表明對台海的立場 很大程度是因為美國積極推動的結果 布林肯請求向世界銀行撥款10億美元 以便再釋放360億美元的發展基金抗衡中共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梅 江迪亞綜合報導